5月24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会见飞虎队百岁老兵墨耶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 高度评价飞虎队成员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所做出重要贡献,希望中美友谊和合作精神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 张总领事表示,80年前,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队员不远万里奔赴中国战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这段历史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宝贵遗产,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传承发扬双方当年的合作精神,珍惜爱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推动中美关系重回。 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默耶感谢张总领事去年专门为其百岁生日发去贺心,表示他十分珍视当年在中国的难忘经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美好感情。 忠心希望美中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并愿为此做出努力。 格林表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致力于使更多美国民众了解废虎队历史,将继续同中国有关机构开展交流合作, 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